接下来我们要到英国去看看当地政府如何应对青年失业问题 从2012年4月开始 英国政府预计三年内要投入10亿英镑 大约台币450亿来解决青年失业的问题 这套青年契约内容包括了 支付雇用18到24岁青年满26个礼拜的雇主 每聘用一个人可以拿到2275英镑的现金奖励 名额是16万名 若是提供学徒机会 则可以拿到1500英镑 而为了减少16到17岁的尼特族 只要能帮助他们继续接受全职教育 当学徒或是参与培训 就能拿到最高2200英镑的奖金 除用现金鼓励雇主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还提供了25万个不知心的实习工作机会 以及就业辅导等等 另一方面也推行RPA计划 原本法定可以离开校园的年龄是16岁 但在今年会延后到17岁 到了2015年则是18岁才能离开学校 拖出来的这些时间 让这些青少年接受教育或职训 做好就业准备再进入社会 这座位于博明海的厂房是台商余祖阳在英国的创业基地 他的电脑设备贸易公司就像是英国的缩影 13位员工有印度人波兰人俄罗斯人 当然也有在地的英国人 整体来讲 我坦白说 英国员工最难带 非常难带 要求多自我一事强 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比如说我今天上班 9点上班 9点就上班 我中午1点吃饭 1点就吃饭 我2点上班 2点就上班 5点半下班 5点半就下班 时间到 他绝对做他时间到的事情 电话来的 你家的事情 对英国年轻人工作态度不敢恭维 再加上法律保障劳工 要解聘一个员工 往往是请神荣誉送神难 更让余祖阳对2012年4月公布的 青年契约方案兴趣缺缺 你收了政府2,200 其实你的Loss可能是8,000 因为你要花很多人去协助他Grow 他这个东西其实唯一的好处 就是让企业有机会去尝试新鲜的人 去找到对的人 而且永久评估他 但是是不是绝对的 就是说百分之百 对企业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觉得不尽然 这一番话反映了不少企业主的心声 来看看青年契约的规定 只要聘用18到24岁的年轻人 满26个礼拜 雇主就可以拿到 2,275英镑的现金奖励 如果不是全职 奖励金则是对半 中小型企业的老板 提供学徒名额给16到24岁的年轻人 每收一个学徒可以拿到1,500英镑 英国政府砸下大笔预算 就是希望鼓励企业提供年轻人 第一个工作机会 利益虽好但要说服企业老板 恐怕还得在家把劲 像奥斗这样压根没有听过青年契约的企业主 其实不在少数 根据2012年底 英国工程雇主联合会 EEF的报告显示 EEF成员中有三分之一 没有听过这个方案 接近一半的雇主知道这个计划 但并未参与 英国政府希望在三年内 创造43万个就业机会的目标 成效如何还有待评估 另一方面 英国不只要提升就业率 也要年轻人做好就业准备 因此大力推动 提高参与年龄计划RPA 原本法定可以离开校园的年龄是16岁 但在2013年会延后到17岁 到了2015年则是18岁才能离开学校 所以它很重要 他们可以学习各种方法 可以选择他们的技术 赢得他们的技术 以后他们不再做 以后他们会在18岁的位置 不一定会在18岁的位置 不一定会在16岁的位置 他们会在工作上学习更多 或有更多的工作人员 比他们会在外面做的 RPA影响对象 主要是布申大学的年轻族群 希望让他们多出一到两年时间准备 无论是受教育 当学徒还是接受培训 培养好技能再离开教育环境 以免一毕业就成了宁克族